《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愛我的家 我是Annie 奇梅娟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自己剛剛去完廣州回來 應該說十多年 我都沒有去過廣州 多數都在深圳 很近香港那裏吃東西 這次真是有一班老友寄 六位先生和六位太太 我們大家計劃 其實這個計劃大大話話 說了大半年才能盛行 我們選擇去廣州 因為大家都經常在報紙看到 食在廣州 廣州美食天堂 剛剛東亞運會也在那裏舉辦過 市容又很美 於是我們就一行十二人 大家就約在一起去廣州 浩浩蕩蕩蕩 我們都很聰明 選一個平日去 我們都知道現在兩地的關係這麼密切 其實海關都很大的人流 於是我們選了一些平日 打算沒有那麼多人流 又避過了那些上班時間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估計得到 上上下下都會有很多人潮 人潮都很大 真是做夢都估不到 我們行日的中午前 過關 搭這個無邪號 原來人潮是很多很多的 但又很奇怪的 又很快疏到島 所以我們看得到兩地的海關 是配合得非常之好 而且海關那裏的人員的效率是非常之高 要不然怎樣可以疏到呢 講開那個運輸 原來在香港去廣州 有很多的方法 有些例如祈福新村 或者那些什麼大型的屋村 碧桂園那些 原來他們自己本身有村巴 來到香港就接香港的住客上去 回去廣州 又有一些的旅行巴 直接在香港就直通車去廣州 我們要舒服一點 我們喜歡停車慢一點 我們休閒團 因為個個都年紀有半百 我們選擇去火車 接著和諧號 和諧號很舒服 原來頭等 車費落為貴了一點 但是呢 你可以在一個悠閒的行程 即是你不要趕不急 一個很他條的方法 我們很快兩個小時鬆一點 我們便去廣州 剛才我說了 海關的效率是非常之高 你一走過去 一出火車的時候 他們會看到很多人會心 打地打打地打地 clinically 不會排多久 estilo很快 承認等於三度幾分鐘 已經要通過關了 過完 69場 走一條橋 剛才越來越橋 運過來 去bound guerra 真是十二點十二分去到 就算了,12時12分便到達,時間很準,很舒服,很他條去到廣州 在廣州的地鐵,我們又搭地鐵,我們用交通工具 試試和當地人貼近一點,體驗他們的生活 我們搭地鐵,搭地鐵去住的酒店 地鐵很有趣,挺環保的 原來他們是用一些不像我們的儲值卡 是一個籌碼,簡直像籌碼 一個膠形狀,圓形的一個物體 它是給你,你便入閘,入閘便乘地鐵 去到你要下的地方,你的目的地 於是你只要在閘口那裏,把圓形的籌碼 放回那部機器,它有一個位置給你放下去 一放下去,閘便開,你便出 那它便回收,這樣又循環再用 我覺得這一個,在國內來說 都是一個很支持環保的做法 都值得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地鐵裏面,在火車裏面 我們都發覺是乾淨了 真的,比起我十幾年前那時候 乘搭的交通工具是乾淨了的 因為那時候,十幾二十年前 我都不記得那年份 那時候,乘搭地鐵是剛剛開第一條線 廣州開地鐵,我是去參觀的 比起現在,地鐵的運作、環境 其實跟香港真的差不多 你下去的時候,感覺好像自己還在香港 好像沒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因為一進去地鐵站 你又是見到美心餅店 你又很容易,在旁邊你就會見到七十一 你會感覺到,跟香港的… 其實整體的設計 跟香港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甚麼分別的 但你感覺上,是乾淨了、淒淚了 進去,因為一樣好像沒有人吃東西的 我猜地鐵也是好像香港那樣 嚴禁在地鐵裡飲食 所以周圍環境是挺乾淨 好了,我們就去到外面了 吃東西吧 如果你說食市方面 食物呢 當然我們就會選擇去一些比較大間的酒樓 比較有名氣的酒樓 去我們吃飯,或者喝茶 反而食物呢 我們就覺得跟香港是差不多 即是在廣州可以吃到的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食市 可以做到跟它一樣的水平 也有很多食市各有春秋 我又覺得大家有大家的長處 大家做出來的食物呢 都是一樣的味道 反而在這裏呢 我就找不到那個分別很大 很可能呢 因為始終我自己不是食家 那我就只是看看 在我的標準來說 我只是看看它下的味精是否重 用的料是否新鮮 但唯一一讚的呢 就是真的在國內吃蔬菜 它比起香港的蔬菜呢 它真是很美 它比起香港的蔬菜呢 它真是美 我們試過吃這個蔬芯 試過吃這個蔬菜 試過吃這個蔬菜 又試過吃一些叫番薯葉 吃這一類的蔬菜 蔬菜 蔬菜 很新鮮 很多水分 還有蔬菜是很粗壯 很綠油油 做出來的時候 真是給人看 哇 蔬菜真是很新鮮 吃下去真的很有蔬菜味 很香的 我們都是清炒而已 沒有特別配料下去 但是真的吃到蔬菜那種甜味 唯一這件事 真是賺一讚 在國內吃蔬菜 還有吃雞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國內就像就地雞 這樣做出來 普通白切 或者用水瓜煮雞 其實都很清甜 那些雞都很漂亮 即是比較瘦一點 沒有香港的雞 那些肥膏感覺到那麼多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真的走地 運動得多 脂肪就少 吃上來就不會整口油 也是烹調的方法 令到這樣 因為我不是食家 我不知道 不過在這裡分享一下 我看得到蔬菜 就是值得一讚 在市內的環境 我就去過珠江河畔 抹夜遊珠江河畔 真的看得到 而且日後我就在荔灣公園那邊 坐他們文化局安排的一些遊船 是專門給一些遊客觀光的 去用 就發覺真的很悠閒 在珠江河畔 晚上很多青年人 即是我們說的80後 在那裏踩單車 在那裏玩 在那裏拍照 或者一些情侶在那裏拍拖 生活很悠閒 他們好像放了工之後 因為是平時來的 他們就會晚上黑 好像很他條 在珠江河畔 在那裏慢慢散步 在荔灣公園那裏 是下午來的 見到一些老人家 就在那裏唱樂曲 聽樂曲 有些就在那裏表演樂曲 真的很認真 有衣服穿 當然就不像那些大老官那裏化妝 但他們都真的功架十足 有很多街坊信眾 就在那裏聽一下 欣賞樂曲 又有一些女士們 就在那裏跳舞 跳一些類似健康舞 又像那些民族舞 又十多人在那裏跳 有些伯伯、公公、婆婆 坐在那裏聊天 生活上真的有幾他條 可能那個環境 我都問過當地那些 有些在那裏住了很多年的居民 真的好美 廣州市當然能搞 他就說 是呀 因為剛剛東亞運動會 很多地方都是重新修緝過 我覺得這麼美的地方 就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地去保存它 千萬不要隨地倒淡 或者破壞公物 應該好好地去愛護那個環境 既然已經做得這麼美 亦都是可以有一些這麼乾淨 這麼好的環境 讓市民去休息 去玩樂 其實這個都是不失一個很好的居住的環境 好了 講到環境 當然女士們當然很喜歡去購物 很喜歡去購物 我們就發覺去到一條 類似我們銅鑼灣東角道那些 整條路都是商店的 那裏叫報行街 全部的商店臨立 我們就發覺那些商店裏面 很多衣服 原來我們香港都有得買的 我們又去問一下他們 原來他們在香港都有分公司 即是有分店在香港 所以我們就說 難怪得知那些衣服 很熟口熟面 有些如果是韓國運過來的 都賣的 都是比香港便宜的 如果在內地做的 運來香港的 當然在內地買的更加便宜 這樣就整條報行街 也都好像我們香港這樣 因為其中有一天 我們行這個報行街 就是星期六來的 所以它一樣好像香港那樣的 封了一條路 大家可以很安心地在這裏 就逛街買東西 唯一香港 對我自己來說 就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又喜歡的地方 就是我們香港就用商場的 除了銅鑼灣東角道 還有銅鑼灣一大 或者旺角之外 其實我們香港就有很多 Shopping Mall 就是很多那些大型的商場 尤其是如果天氣熱 下雨 傾盆大雨 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走商場 我們走商場 就說知它外面狂風暴雨 說知它外面紅雨球 或者就曬到32度也好 在商場裏面幾多條 我們慢慢逐間行 走完就可以喝咖啡 唯一可能我們就未發掘到的 只是我今次去到廣州 一個很小的地方 例如荔灣這些很小的地方 就不是去得很遠 所以在這裏就不可以作一個比較 不過如果好像將來發展到 好像香港那樣 有些大型的商場 有些大型的Shopping Mall 進去可以有冷氣 你又不用管外面有多少溫度 那就真是對我來說 就真是一流 不過如果你說買衣服 買東西 就真的跟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要買名牌 就是要買高級高檔的東西 當然你就不會去一些大型的百貨公司 大型的商場 那裏面有一些大的百貨公司 是入口的貨物 但入口的貨物當然價錢就不同了 我自己說的是貼近民生 一些生活 即是大眾化一點的東西 這樣跟大家分享 除了這件事 這次廣州給我的印象 和我十幾二十年前去 真的進步了很多 我不知道 如果成日往環 那個中港兩地的人 可能未必好像我這次這麼深刻的感受 因為等於你看著一個小朋友 每天都看著他大 你不覺得他大得這麼快 但如果很久沒見他 你就會 哇 那個小朋友 為什麼他大得這麼快 可能這個感覺 都在我心裏形成了 就是這麼多年都沒有見 今次回到的時候 真的讓我感覺到進步了 大家都值得去逛逛 好 今集在這裏就結束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是甚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中文字幕找習提供 例如今集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